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今天我们来试做这个日本网红薯片玉子烧 薯片玉子烧这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火 就是懒人做法 就是把这个薯片捏碎 捏碎之后把那个鸡蛋打匀了之后 倒到这个薯片的袋子里 薯片袋子里 然后你可以加各种材料 比如说你喜欢吃火腿 或者是那种泄露棒 都可以往里面加 可以发布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这个是直接在水里面 就在这个薯片袋子里面煮这个玉子烧 就是懒人做法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薯片来捏碎 好,我们打开这个薯片 这个是辣椒味的薯片 这玉子烧里面什么都不用放 因为这个薯片本来里面就是有油啊 有盐有辣的成分 所以说这玉子烧里面什么都不用放 好,直接把这个薯片捏碎就可以 我们试试一下 味道还可以 现在就直接把它捏碎 好了,已经把它捏碎了 捏了小碎片了 可以看到可以捏碎了 好,我们拿出一个锅 直接装水 我们现在开火 把水煮上 盖一盖子 先把水煮沸 好,在煮水的过程中 我准备了这些材料 有大蒜 鸡蛋 这个是水奶酪 然后准备了一个这种午餐肉 然后还有三个鸡蛋 好,就把这些材料先来切碎 切这些材料的功力还可以吧 直接是用拍的一掌下去 直接碎掉 好,我们来打开这个82年的德国午餐肉 打开之后 咔咔咔咔咔咔 直接倒出一半 一刀下去 切掉这一块 好,我们现在打入三个蛋 好了,我们拿出之前的薯片 然后把这些材料全部装到这颗袋子里去 奶酪 大蒜 活水 感觉这个不是懒人料理 感觉这个就是黑料料理 看一下 现在这个样子里面 有奶酪 有火腿 有薯片 咬一下 好,最后把这个蛋液给倒进去 哇 哇,现在就是这种 感觉这个非常黑暗的料理 这个里面的东西捏起来不到什么感觉 这种无重的感觉 我们把口封起来 这样一袋 水也烧开了 我们直接放在水里面煮 哇,好烫 把这袋子直接放水里面 哇,感觉好黑啊 这料理 好,我们让它煮个20分钟 好,盯了一下就过了20分钟 我们看一下这个袋子里的东西 我们把这个锅都给拿出来 哇,放在这个板上 我们拆开来看一下 好烫 哇,里面是什么 哇,这么大一锅 好烫 哇,好烫 好烫 好烫 到处来看一下 好,我们直接倒在这里 好,我们直接倒在这里 哇 哇 哇,这个玉子烧 大家看一下 下面已经是鸡蛋皮包住的 然后上面还是这种虎状的 哇,这么大一个 袋子里面干干净净净的 把袋子丢了 来看一下这个玉子烧 黑暗料理啊 真的是黑暗料理 感觉看起来还行 我们切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这个奶酪还带拉丝的 看到它还带拉丝在这奶酪 哇,我们去吃吃看 好了,不管怎么样 先来段音乐 先来倒杯可乐 哇 是吃一下这个黑暗料理啊 日本网红 薯片玉子烧 哇 吃吃看好不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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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一口试试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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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有点怪怪的 嗯 嗯 这个薯片不是那种脆的感觉 是那种软软的软啪啪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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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嗯 大家看我表情就知道了 嗯 我这么大一坨 味道不是很好 就一般般 吃是可以吃啊 但是不推荐 来口可乐鸭鸭筋 还是八号年的可乐好的 感觉这些材料缝合在一起 好奇怪味道 老师的骨片软掉了 软掉之后就不是很好吃 然后有点干巴巴的感觉 来看一下 里面有薯片 火腿还有奶酪 吃起来口感很干啊 不是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也不能浪费食物 所以说还是要吃掉 好大一块玉子 不是非常好吃 但是也不难吃 就是有点干干的 我还是建议薯片 吃比较好 不要尝试这种黑暗料理 口感是这样正常吃不香吗 不要做成这种软趴趴的 太黑暗了 我来就给大家排个雷 网上看的 日本网红 薯片玉子烧 就很好奇什么口感 但吃起来真的是不是非常好吃 但也不能吃 哇 要盖了一口八年的可乐鸭鸭鸭鸡 哇 半个玉子烧吃下去好酷啊 输一下了 吃了半个 还要半个留在明天再吃吧 好了 今天的网红玉子烧就到这里 我是胡子老爸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Bizu